实在是太刺激了 第四棒最后时刻 竟然以0.006秒逆转了比赛 帮助中国队拿下大运会金牌 昨日夜里 2023年成都大学生运动会男子白米接力决赛正式进行 参加决赛的队伍共有八支 分别是美国队 土耳其队 波兰队 日本队 中国台北队 南非队 泰国队 以及中国队 其中中国队的四位参赛选手 分别为第一棒陈家鹏 第二棒阎海斌 第三棒陈冠峰 第四棒邓志健 简单介绍完参赛情况 接下来咱们就直接来看比赛视频 两个人 参加决赛 说我会做什么 这次是 李贵 你接力的决赛 是 这次是 三区 第一棒是 陈家鹏 他那是 白国 现在有 一个 大队 到日本队的 公席 中队郭队修队比较快 中队设立得完整一二unction交接 中队现在保识 해�well ничего 中队我们看到在内脉球一起开 冯队测将往直 field上 架架放持 ing 中队二三 cowork交接 中队在 Evil 12 队伟说现在应该能够戴前 前半东 全力加速 中队是 � GalA 主队现在处在前两位 保识出速度全力加速 中队在 shades of sun 最后一把现在成熟第二位 他从中线 从最后充现时刻的画面来看 几乎分不出谁胜胜负 经过赛事组的判定 中国队以0.006秒 千分位的优势击败了泰国队 最终以38秒80拿下冠军 而南非以38秒83获得继军 说完了比赛结果 请允许我说一声邓志健牛批 严海斌自己都说 在交接的时候 很清楚中国队是落后的 但是邓志健最后的几十米反超 实在太刺激了 前有博尔特生吃贝利 后有邓志健生吃泰国队 尤其是最后的压线 直接压成了第一名 可能有的朋友说 这么夸是不是有些过分了 其实还真的这么夸 因为大家也都知道 现在太需要一场胜利来激励人心了 亚锦赛被全面压制 已经让新生代的运动员 失去了不少的信心 为了迎接接下来的亚运会 这场比赛的胜利实在太关键了 你们说呢